为了维护民众使用生鲜蔬果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市场 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等处 抽验生鲜蔬果和骨豆类检验残留农药 9月抽验44件蔬果产品 结果有6件不符规定 我们为了确保生鲜蔬果的一个安全 我们其实定期每个月 都会针对市场蔬果零售商 还有就是我们的超市卖场餐饮店等等 来抽验我们的生鲜蔬果 9月份总共抽验了44件产品 有6件在检验结果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率是3.6 我们总共是青江菜跟青蒜 各检验出两项不合格的农药残留 百香果跟甜豆还有苹果还有香菜的部分 是检验结果是一项的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 那在这几项的一个产品来讲 除了苹果以外其他都是 我们在这一个季节里面属于 以往在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比较高的 高风险产品也是有故意总连去抽验 那正在这些农药抽验不合格的产品的话 它就一去三款第15条第1项第5款 残留农药跟农药要超过安全农巡量的一个规定 那一同法第44条第1项第2款 我们就是处责任业者6万块到2亿元的一个八款 那当然其实一样的问题就是在希望业者在采购的时候 务必要保留它的一个来源凭证 那这一次出国抽验的结果到最终查核 还是有两项产品是没有办法追溯到上游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组责业者 新台并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其实还是要强调其实以农产品为例 台北市以消费者层次 消费城市为主 所以针对这样农药残留的一个抽烟还是以 所谓的中端的一个管理来做确定市场上的安全 但是在农药的施作 我们最终还是要去追溯到我们的一个田间的管理 那再加强我们产地的一个农民的辅导 跟正确使用农药 那当然针对于如果是进口产品的话 我们就是做好相关的边境的管理跟管制 所以农药业者其实就是在采购过后 一定要保存相关的交易比平正 或者是它那个外乡外合的一个样式 这样才可以有助于我们卫生单位进行相关的追查 卫生局表示检验是终端管理 只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 以及产地加强福岛农民与栽种时正确食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蔬果残留农药的问题 另外也到夜市及日市抽烟即时解切水果摊贩 15间产品有一件不符规定 那像这样的一个解切水果的话 主要我们的抽烟的对象是 我们台北市的夜市跟日市 一些有供应即时解切水果的一个水果摊商 那总计有中夜的15间产品 检验甜味集 其中有一项是不符规定 不合格率是6.7% 那这一项不合格产品是水梨 那检验出的项目是糖金 是违反我们这边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级规格标准 那在现场的话 我们就是要求台北这边下架 不得再做贩售 那针对于上述违反这个添加物规定 是违法第18条 同法第47条 可主责任业者或者制造业者 是新台并3万到300万的打款 那这次检验出的糖金 它是一个人工合成的甜味剂 那之所以是使用 因为它的甜度 是我们一般制作糖的300到400倍 也就是说使用一点的量 就可以达到一个一定的甜度 那它的特性就是人体无法分解 它会直接从料液排出 所以它其实在设施之后 是没有热量的计算 那当然针对我们的 那个添加物的一个规定来讲的话 糖金是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添加剂 它可以使用在瓜子跟蜜茄 眉粉 碳酸酵等等 那用量跟范围都是有相关的一个限制 但是是不可以使用在生鲜结鲜水果 所以我们这边在呼吁 就是业者在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时候 务必要确认我们在这个使用 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及限量器规格标准理念 这个添加物它可以使用的一个 食品的一个范围 那它有个添加的剂量 或者是最后最终检验的一个残留剂量 那做适量正确的使用才不会有违反 我们相关规定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在购买食品添加物的时候 一定要去跟合格的添加进行购买 然后确认它的一个产品标示的一个完整 实际上食品添加物比较特别 它在包装标示上就会写出这个添加物 可以用在哪一些食品范围 跟它的相关限量 所以在开工使用之前可以再次确认 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在抽烟这个洁切水果 那当然也是呼吁我们的业者 不要虽然有缴线的心态 那我们可以持续抽烟 然后避免这样的一个 食品添加物过量的一个问题 发生相说明 民众如购买切好的水果时 应以当季实定水果为首选 且胜选有幸于店家 检视贩售或陈列价卫生情形 并且注意水果要有适当包覆或包装储存 以免危害自己及加热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这次 they can find the final 需要快点 和热 稿 高 看 试一下